好在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小牛的脚的勾法 我们这个小牛的脚呢 我们用的是辫子取针法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拿出线 然后再绕一圈捏住这个交叉点 然后我们绕线 然后现在是打了一个活结 勾辫子针 我这里一共是勾了十十四个啊 之前我勾的是十六个 后面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勾了十四个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好十四个辫子针一全部勾好之后呢 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正面朝外 正面朝外 然后把这个线头放后面去 我们跟第一个 第一个辫子针 给它 绕线 引拔 好 引拔这样手尾相连的就形成一个圈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放在这个线上面绕一下 然后我们绕线立一个起立针 在这个同一针的位置里面我们绕线勾出来 我们勾 这一圈呢在每一个辫子上都挑线 挑线勾一个 短针 第一圈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第一圈这个因为这个缺 这个辫子切针法这个不太好勾 大家勾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我们把这个线头 多余的线头先给它剪掉 不太好拿了 然后一针 再用一针的钩 好 现在我们已经勾到最后一针了 勾到最后一针之后呢 这里这一针不要勾 这里一针是这个引拔针 引拔的痕迹 我们可以数一下 一共是14针 然后勾好之后 我们跟第一针 第一个短针上面的辫子给它引拔 引拔结束就可以 然后我们绕线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剪针了 先剪掉一针 大家看一下剪针的方法 我们在同一针里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然后在下一针里穿进去 然后勾线出来 现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我们绕线 一次性脱过这三个线圈 好 现在就剪掉一针了 然后在下一针里 我们勾线出来 勾短针 我们就是每一圈的第一针 开始勾一个剪针 然后其他的就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大家就这样勾 我们一共是第一圈是第二圈是勾了一个短一个剪针 然后十二个短针 记得每一圈第一针都要剪 然后它上面是螺旋形的 牛角上面越来越尖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勾 好 第一圈 然后还第二圈结束 然后还是引拔 引拔结束 然后下一圈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第一针还是和第二针合并 剪针就是这样剪 然后绕线勾出来 然后后面还是勾 不加不减的短针 我们每一圈都是这样勾 然后呢 后面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我们上面是越勾越小 越勾越尖 勾到最后剩六针的时候 就停下来 不用再勾了 大家自己往上面 自己完成一下啊 因为方法很简单 都是每一圈的第一针 和第二针要剪针 所以都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顾好之后再来讲